这两天台股的反弹 可能激起不少投资人追加的信心 但是振华特别提醒 我要告诉大家 反弹别乱追 怎么样能够避免 你在追加一档个股的时候 突然追进去就被卡住 被套牢 甚至于陷入盘整 今天振华要教大家 用大家都知道的不灵通道 要告诉你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操作策略 正好我们请您上台来 我们解释一下 当然前线的观众都已经很专业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不灵通道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不灵的基本定义 大概三条线 一个上轨 最主要就是中轨 中轨其实就是移动平均线 那就中间这条 移动平均线 这个就是我们时常看到不灵线 有三条线 中间这个就是移动平均线 所以其实有几个逻辑 就是说你上涨这一条 那一般市场上 多半都是用月线 那可是我在这几年看下来 我认为日线图上面 用13日线比较适合 13日线 因为大家想来看 标股不太会碰到月线 如果我们要拉回 在中轨买进的话 我会永远碰不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 13可以拿来当做中轨 大家可以调一下 那如果是周线 或者是说月K线就无所谓 你就用大家用了就好 好那我继续来讲 上轨就是两个标准差 定义我不讲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统计学上讲的用语 就是说95% 他的这个价格是不会超过他 那照这个逻辑 当然大家会问你说 那你碰到上轨就卖掉就好了 错 我们一般你先想一下 我们一般对于上中下轨的认知 一般的认知是怎么样 一般的认知就是碰到上轨就是卖 碰到下轨就是买 那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说法 那不太正确 进阶版是什么 那一位为什么 你知道在当天是对的 可是第二天你比方说当天碰到上轨 几率比较低 可是第二天上轨又更增加了 那你昨天已经卖掉 你今天买不回来 所以那个只是针对盘整区而言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一个定义 就是说你记住 就是说第一条就是中轨 中轨就是移动平均线 那上轨就是上轨道 那下轨就下轨道 然后我这边要特别加一个重点 叫做宽带 就是所谓的这个宽度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主要就是针对说 大家比较少听到的 布林线就是发散 张开跟收缩 张开跟收缩 用来当做一个攻击形态 跟所谓的盘整形态 这样就好了 好那首先我们讲 张开一定会有第一个动作 这第一个动作 我们说由盘整或由空 转成多方的格局 注意一下这个宽带一定是 下轨朝外面 朝下 上轨朝上 这叫什么张开 通常布林通道 他在收缩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关注了 什么说是进场的时间点 所以正式开始发动的时候 会长什么样子 就是像这样子 第一个穿越中线 穿越中线 撞到上轨道 但撞到上轨道呢 你如果轻轻碰一下不行 就掉下来了 你要把它撞开 OK 撞开 什么叫撞开 下面这条要往下走 对 上面这条往上走张开 张开才叫攻击形态 好那帮我们把它清干净 可是这个时候呢 假设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状态 你会遇到一个状况啊 这里是不是撞开 对 我用广达的周线图来做解释 撞开以后你看下轨道 开始往上撬 那这个时候表示什么 原本的宽度它会变窄 变窄就是要盘整 所以你看 假设说你周线的下轨道 往上缩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我周线不长了 可是我没有跟你讲我转弱啊 那你这个时候在日线当中 每次看到营收啊 看到站上五日均线啊 看到黄金交叉 看到带量啊 攀东西追啊 你就会撞得满头包 你怎么追都被K 因为它是在收缩嘛 那我现在拉起来 回来看高际 就是说高际你看 撞到上轨道以后 如果人家告诉你说 布林就是撞到上轨道 就是要出你会出在这一天黑棒 显然这个观念是错的嘛 因为你的中轨道就往上走 你时军就在往上走了 这多头格局 你怎么可以出呢 对不对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说市场上一般教你的 撞到这个上轨道是出 那这逻辑也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正常来讲强势股一定跟你的均线当中 有四度的乖离率嘛 强势股不是都远远的碰不到均线嘛 那你撞到上轨的时候 你把它卖掉 你不是把那个黄金小鸡给卖掉了吗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是有待修正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要出 第一个我们已经确定 离开中轨道的时候 这时候进 对 出是什么时候 好那看哦 这个时候下轨道开始就往上翘 对 是不是代表它要收缩了 对 这个就真的是出了啊 可是这不是转弱哦 我讲一个逻辑 十字军现在是往上走 你怎么可以转弱 可是你追会被打得满头包 一直打你打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盘整 很多人喜欢追突破嘛 带亮藏红 什么黄金交叉 什么法人买进 有没有 你一追就被K 你再追就被K 有没有 为什么被K 因为它是在收缩了 你看 就这个地方拉出来 下轨道收缩的时候 我们将把它清干净 这里把它圈起来哦 下轨道收缩 所以这密技 我告诉你真的 这很少人听到 我们是专门在做那个盘整盘 跟那个所谓突破盘的辨识 你看它这个一收缩 这边就盘整了嘛 对 那你用周线图来看呢 像广达这里一收缩 有没有 上档这个地方 你看那个位置啊 280260一直过不去啊 所以你这时候出第一个 避开你的盘整期 就不用这么无奈心 以及这时候不能进 因为它开始盘整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等拉回买了嘛 对 拉回买就是拉回什么 中轨的时候买 你现在看哦 拉回买中轨买 这个跟布林无关 为什么呢 因为你拉回均线 本来就是要买的啊 这条中间就是移动均线嘛 所以拉回月线是买进 假设你中间这条是放月线的话 你本来就买月线附近 那我这边是放13天线 这个时候要进入第三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叫做涨嘛 对 起涨 对 第二个状态叫做中继整理 盘整 盘整 对不对 那这个盘整完以后 假设广达要继续迈进的话 这里要再张开一次 要再张开一次嘛 再回到中轨 对 再回到中轨 这要再张开一次 那就看 定影头控 你看这边有没有 进入第三个状态叫做什么 三线同时向上 所以第一个阶段叫做张开 第二个阶段往上走 如果它不收缩的话 这里就是主身段 三线同时向上 好 那你先把他轻调 我这边讲一个逻辑 再讲一次 照理来讲 定影头控掌完第一段以后 这是第一阶段 对不对 对 这里下轨道不是已经收敛了吗 对 所以你仔细看 这里延迟了三天 他在犹豫 他在犹豫要不要拉回 这一根红棒在突破的时候 是第二次买点 所以穿越上轨 其实在多方格局是买点 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们就直接用例子来跟各位解 这个叫做木桐骑牛背 你看这个名字取得很美 这个木桐骑牛背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来讲有很多人说撞到上轨道要卖出 你卖出你就没有系统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石破天青的五根红棒 对吧 这个反而是买点 为什么 他就是刚好站在牛背的上方 那我们现在照我们刚刚的逻辑 这也是不是张开 对 你如果轻轻碰到他 像这样轻轻碰到他 没有把它撞开 那没有用 你要把它撞开 撞开那个才叫做多头 撞开 像这种撞到都没有用 撞开以后 你看这里是不是翘起来 对 好注意了 这个时候有人说 哎呀这根黑棒缝低去接 没效 因为他已经下轨在修炼了 修炼就是开始在压你了嘛 对不对 那你要等到下一次攻击的时候 给他一段时间 把你挤到那个毛巾挤干了以后 没有水分了 里面短线都把它挤掉 再来一次 好那现在有个重点来了 那为什么这一次撞开 今天来送你一个黑棒呢 这也叫带入第二个观念 什么叫观念呢 这就是我讲的布林宽带 这个东西叫布林宽带 你们指标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所谓的布林宽带是说 视觉上来看 这个地方的宽度 好像比这边宽对不对 对 其实你仔细看 你用电脑算 没有 这是一个背离 它的宽度是越来越窄的 我告诉你 这里一定要抓直线 它这个地方你看这里是最高 对不对 可是这里已经收上来了 所以你仔细看 这个没有过 这个没有过嘛 对不对 好你看 在背离的状态下 第一次碰到上轨 回到一开始的原来的定义 在盘整盘当中 碰到上轨怎么样 卖 然后你现在当 盒子虫又多 比方说上个礼拜有那个 什么威胜 对不对 这个礼拜还有什么银广 对不对 都是那样子啊 锁上去 然后上个礼拜有什么光胜 然后打下来就十几% 可是我这个地方 拉开题外话 我们打一下安国 我把它解一下 8054安国 我讲一个逻辑 这一根开高走低 对不对 整理完收链一样长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刚才讲 刚才那个系统 所以这一根整理完以后 不用怕它 你下一次就等到这个 宽带往上再供一次的时候 一样张开还有机会 好那我再来讲第二个逻辑 你看这个只要张开以后 下轨往上走 不是说看空 它是从攻击状态变成什么 压缩 那这里也一样 压缩失败会怎么样 这里照理来讲是张开了 对不对 对 好那注意这个点 下轨开始收敛 它要收敛了都 你看这里有三天 对 它犹豫了吗 对不对 这个如果拉回来就整理了 可是这里再越过一次 表示什么 表示要进入三线同时向上的状态 我如果在这边看到 因为下轨收敛 然后我把它卖掉了 什么时候接回来 要追回来 它为什么要追回来 你知道它开始变成 三线同时上升的状态 这时候就要赶快再把它追回来 跟刚才的电影一样 可是下跌的时候怎么办 下跌也有主跌段跟整理段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下一张 你去把它反过来 讲到这个苦主鸿海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撞到上轨卖掉是错的呢 这里是一个标准的三线同时往上 对 三线同时往上就是表示稳定 对 我既不加速也不减速 因为时均本来就往上 所以你看你撞到上轨去卖 一定错了 你就是多方格局你怎么会卖呢 你应该是想一个逻辑 哪怕你卖了 你碰到时均要买回来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转变了 你现在是不是多翻空 因为你时均就是往下了 多翻空我们刚刚讲一个 往上走的时候 盘整盘是下轨道往上缩 那空方格局的时候 应该是上轨道往下压 所以什么时候抄底 如果你在多方格局的时候 你看抄底一定是抄这根黑棒 为什么呢 它就这里往下缩啊 OK 缩的话是表示你空方局要变成盘整盘吗 所以人家说碰到下轨道是买进的逻辑 它有一个条件 你是要在多方 你看你MACD在零值上面 你一定在多方嘛 你抢这个我说有道理 但你说抢这个道理就没有道理 为什么没有道理 你本来就是在空方 多方格局之下上轨道往下的时候 你碰到下轨道强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是空方格局 空方格局碰到下轨道不宜抢进啊 对好那我现在再把刚刚那个讲完 你看假设你成功抢在下轨道 有的人一定会问啊 第一天碰下轨道 第二天碰下轨道 第三天碰下轨道 你为什么第三天才出手 很简单 上面缩了 所以你碰到买没有用 然后继续喔 它什么时候要卖 你这时候撞到第一时间就卖了 是 因为你这时候已经进入盘整阶段了嘛 盘整阶段撞到 好我现在讲 这也是一个强空格局 对不对 是强空格局 因为你看 布林宽带 对 创新高 创新高什么意思 这个张开的力道是很大的 这个张开的力道比这里还要大 这个宽度创新高啊 那你既然是空方格局 你当然不能在那买方啊 可是你也不能追空 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 为什么红海大前天会直稳呢 大家看一下 下跌的过程当中 上轨道压下来是不是转折 对 是不是刚好是黑棒这一天 你这个地方在追空 它会进入盘整阶段啊 所以虽然说你 你去抢不见得有肉 但是它进入盘整阶段 你追空还是会被K 你不见得空得到啊 它哪天如果反弹上来 弹个十字均线 你也觉得很累嘛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结论就是说 布林空到能攻能守 能够用的方法实在太多了 我今天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是 判断你要不要进入 喷出段跟整体段的方式 是 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盘面当中 有没有什么股票正在张开 举例来讲 最近的文贸 那第三季我们看到它出来转贵为盈嘛 对不对 现在的这个股票刚好就是在第一个张开的状态 没有 而且 它为什么张开 因为它季报出来那天 它直接用跳空这墙够强嘛 后面三天都没有回到缺口的下方 然后下缘还没有缩 还没有缩 所以这个如果后续中继整理的话 还有一段 那再来这个是生计股当中的另外一个长家智能 这个状态目前也还没有在这边说手脸可以来做观察 好 了解 谢谢正华请先回座了 好 教大家了 以前大家布林通道的传统认知是这样子的 今天大家把手中有的一些股票 或目前正锁定一些股票 拿来揣摩一下 而现在哪一些个股 从布林通道的一个技术现行看起来 正在转为攻击形态这两大 大家来揣摩一下 这种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稍 回来刚刚记得吗 明汉帮大家整理一下美国的超级财报之后 财报是过去式了 接下来陆续公布台湾的上市贵个股 十月营收 十月营收是前瞻第四季的状态 哪一些十月营收隐藏版的黑马出列 稍后带您点点兵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